近日,由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所举办的疫情研讨会上 两位来自医疗领域的专家讲述了奋战在一线的必要性工种工作人员的现状 美国社区医护工作者联合会执行会长Denise Octavia Smith在发言中表示 服务于社区的基层医护工作者尽管在疫情期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他们却没有得到社会相应的关注与回报 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 众多必要性工种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 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业者都得不到合理的报酬甚至医疗保障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David Hayes Bautista指出 许多必要性工作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工作都由拉丁裔等少数族裔所完成 他们无法在家上班往往因为较低的收入而无法承受医疗保险 进而导致这些群体成为抗击疫情中的社会缺口 本次的网络研讨会是EMS举办的系列有关疫情的网络研讨会之一 该系列研讨会旨在为民众提供最新的美国疫情信息 并探讨这背后所引发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由于EMS自疫情爆发以来的不懈努力 网络研讨会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引起主流社会特别是少数族裔群体的关注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